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到了新一集的玩具的前世今生 Vendy,上集我亲眼见证到你变成六神头看 变成20多分钟 算是这样的 也很感谢观众一直以来对这个节目的支持 我们一定会节目制作更加认真回续给大家 今集我们怎样前世,怎样今生 上次Omen答应了我 今次有更多机械人,因为上次有六个 今次是15只机甲舰队 前世,今生 我先讲讲旧版 其实这个海陆空分开组合装是其中一只TOPP的包装 这个包装仍然会再有一个大外盒套着这个版本 我看得到超美,因为我开始说15只机甲 我的印象是15只飞机 但我一看到盒子,就发现怎样在水里 因为它是分海陆空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全部都是潜艇 然后旁边就是车 然后就是直升机 什么机密机,就会存在一个 所以当年来说,有史以来是历史上最多一个机体组合的机械人 也很懂得做生意 做卡通片是做30只机甲人 可以出30个产品 另外你也可以讲讲那一只 好,这个是新版 但我其实真的喜欢旧版的包装 更漂亮 后面就没有场景 因为刚才可以在包装上看到,它是用海陆空的概念 但这个就没有 就真是纯粹15只展示出来 你小心点看,你就会看到15只分了有飞机,有车车 还有潜水艇,船之类的 我也是喜欢狗版的 但我觉得它的封面是有霸气的 一看一支贵的 其实当年POPPY也有出大福食 因为我们就存了这个散装 这次我们的节目就先介绍散装 我们也开箱了 好有开礼 现在这一盒就是Omen的 我又要很小心地继续 好厉害啊 又要看详明书 哎呀,我不看得懂啊 先放出来,方便稍后 记得每一只机都不是要做很多动作 我记得这辆车是有声音的 是让你推的 一定要很小心继续 5,6,7,8 我好像搞定了8只 然后它又有肩膀球 进去啊 不是啊,它伸出来的 这条天赤很弱 哦,原来我插错了 5个比3个 但我现在应该要砌15.1个 超过15年前买这盒梦具 很可爱啊 这个位置看一看稳定 先让我们帮插 哎呀,行啊 好害怕啊 这个5位这个设计 啊,它的飞机在上面发射了出来啊 完成了 完成了 我先说回我玩这只旧版的感觉 它每一架机的紧扣度是高的 还还还紧扣住的 唯一它的小小的扣分位呢 就是在它 脚的这两架飞机的收纳 它只是打开就这样切 变成了它后面有一些穿崩啦 其他我都觉得没什么挑剔的 因为以 以当年的技术 而嵌了一部 嵌了个机型出来 而是这么高大呢 是很少见的 我给它呢 都很高分 9分 好了,那我这一部呢 是新版的啦 这样呢 砌完之后呢 我就觉得 很厉害啦 因为它15个呢 其实它每一架的 每一架的车车呢 它都不是要做很多动作的 可能它只是很简单 按按键出来啊 或者烫门啦 但是呢 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呢 就可以很快地 将它嵌了一个机械人 而且呢 我一开始 看错了一个说明书呢 砌了海陆空其中一部份 之后才发现 原来说明书后面呢 是有一个 先有一个 告诉我 是怎样砌完整的一个机械人 但是 都令我知道 原来这15个东西 还可以砌了额外三只机械人 这个非常有趣 所以我觉得 超好玩 但是我有个疑问 就是它那个 脚是个轮 那如果它走路 是不是滑 对吧 Lola 对啊 但是 总之这个 是非常之喜欢的 那你叫我今次给分 我真的会给10分 哇 很高分 是 是啊 是呀 没有分 是呀 对呀 老版和新版 大家都评价过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 多点赞我们的 这个节目 和分享出去 下集 好像20个很有趣的玩具给你了 有趣的玩具 会不会有20多只机械人 应该都不会的 这个最多了 对了 这个最多了 我们下集再见好吗 好 好,拜拜